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好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中国新闻 习近平发备战信号 强调实战化军演 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呼吁 要把中国军费管理好 使用好 以获得最大效益 据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央视报道 习近平今天出席了全国人大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 他指出 疫情防控斗争对中国军队是一次大考 而军队听党指挥 文令而动 并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再次证明 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 他并强调 中国军队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并在冠状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推进军队各项工作 加紧推进军事斗争准备 灵活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 全面提高军队随行军事任务能力 这项会议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 习近平在会议上也指出 今年是中国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要采取超长措施 克服疫情影响 集中力量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 力保重大任务完成 战略能力有大提升 同时 要编制好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 注重同国家发展布局相协调 搞好战略层面 一体筹划 确保规划质量 对此 习近平表示 要科学安排精打细算 把军费管理好 使用好 使每一分钱都花出最大效益 中国政府预算报告显示 今年中国国防预算增幅下调至6.6% 比去年少0.9% 是32年来最低增幅 不过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将大幅放缓 因此 军费增幅并不算小 有分析称 这显示中美矛盾加剧 台海形势恶化下 中国将继续强化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工具 军方呼应习主席 反分裂涨军费 理所当然 中国2020年国防预算比2019年增长了6.6% 和人民币12,680亿元 针对军费预算的增长 十三大三次会议军方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吴谦称 中国国安领域面临新风险挑战 凡分裂斗争形势更严峻 军费成长 理所当然 很有必要 据法广报道 吴谦是在中国军事网官方微博 今天中午播放对他的专访中发表了上述言论 他说中国在考量国防预算时手中有两本账 既要算经济账 更要算安全账 吴谦表示 近期以来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着一些新的风险挑战 一些国家单边主义盛行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受到冲击 可以说天下并不太平 他称 目前国内安全的威胁多元复杂 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 针对两岸 吴谦点名台湾民进党当局是斜阳自重 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 针对国土安全和海外利益 他认为这两方面都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威胁 所以国家安全问题上必须要保持清醒 要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 吴谦说 军费适度增长是履行更多国际责任的需要 有助于中国军队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 他还宣称 中国的军费公开透明 开支水平合理适度 国防开支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保障需求相比 与履行大国国际责任义务的保障需求相比 与自身建设发展的保障需求相比 都还有较大差距 因此 吴谦表示 中国军费适度稳定成长 理所当然 还有必要 驻港部队宣誓效忠 震慑分裂 坚定不移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指 部队坚决拥护人大香港国安法的草案 又指驻港部队作为维护国安的重要力量 官兵有决心 信心及能力维护国家主权 陈道祥称 驻港部队作为在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坚决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这一重大决定有利于遏制惩处任何企图破坏国家统一 分裂国家的行径 有利于震慑各类分裂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 展示我们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坚定意志 中国机控中心主任高福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动物样本中没有检测出病毒 但包括下水到废水在内的环境样本中有检出病毒 但1月下旬高福在记者会上说 病毒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据自由亚洲引述观察者网消息 本周1月25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机控中心主任高福 接受凤凰卫视采访 介绍了国内病毒溯源进展 及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调查等疫情情况 高福说自己在1月初曾经到武汉亲自采集了一些标本 提取的动物样本中没有检出病毒 但包括下水到废水在内的环境样本中有检出病毒 但在武汉封城前一天 高福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他说从现在来看 它的来源就是早期这样一个海鲜市场销售的接触的野生动物 高福并未说病毒来自下水到环境样本中 4天后1月26日官媒新华社引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介绍说 该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 检测到33份样品中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 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相隔整整4个月 新冠病毒已经扩散至全球 截至5月26日中午 全球感染人数达到549万 死亡34.6万 中国疾控中心最高负责人高福的言论引发热议 网民全全哥写道 病毒是美国老带来的 火星网友发帖称 原来海鲜市场不是源头 当初误会了 也有人指高福在玩文字游戏逃避各国追责 过去几个月 外界一直质疑病毒来源是否来自武汉P4实验时 中国方面就强调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 香港传染病专家管毅1月下旬亲自到武汉海鲜市场调查 发现所有线索已被销毁 疫情爆发后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决定联合发文 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但至今未公布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动物被如何处置 以及对动物的检验 美国总统川普曾质疑 中国在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 允许航班从武汉飞往其他国家 但却禁止飞往中国其他地区 但也有人在中国民航网的航旅纵横中文应用程序上进行了搜索 结果显示 在1月23日上午11点26分之后 所有本应该飞离武汉的航班都没有从武汉起飞 2月份以来先后有陈秋实方宾及张展等公民记者 在武汉拍摄及采访后与外界失去联系 其中张展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 健康追踪常态化引发中国民众监控担忧 杭州市政府宣布可能会创建一个永久性版本的基于智能手机的健康评级系统 引起了网上的批评浪潮 一些网民担心政府可能会利用新冠疫情来扩大对居民的监控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创造了一种智能手机工具来跟踪追踪潜在新冠病毒患者的活动轨迹 现在一些城市打算让这种健康追踪常态化 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在中国这个国家 个人隐私曾被认为是次要的 上周末中国东部城市杭州的官员宣布 可能会创建一个永久性版本的基于智能手机的健康评级系统 该系统是为抗击2019冠状病毒开发的 消息披露后 愤怒情绪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蔓延开来 一些网民指责杭州利用新冠疫情扩大政府对居民的监控 这场争议出现几天前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提议 应设立新机制来处理新冠疫情期间采集的敏感个人资讯 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目前正在北京召开年度会议 中共当局大力宣传部署数字监控系统 以帮助遏制新冠疫情的传播 除了使用体温检测摄像头和智能手机定位数据 来追踪潜在患者之外 官员们还采用了基于二维码的健康评级应用 根据居民的暴露风险程度来管理他们的行动 最近去过疫情高发地区的居民会被给予一个红色健康码 并被要求隔离14天 那些没有此类旅行记录并且感觉健康的人 则被给予一个绿色调形码 并被允许在城市中自由活动 这项计划在微博上引发了批评浪潮 微博是中国类似于推特的社交媒体 在周一一条被广泛转发的帖子中一位用户写道 出笼的权力再装回去就很难 特殊时期让杜出的部分权力要求收回也很难 一些微博用户将该计划比作黑镜 这是一部很受欢迎的英国反乌托邦科幻电视剧 内容讲的是新技术产生的意外结果 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提交了一份正式 但不具约束力的提案 建议在努力控制新冠疫情的同时 设立已经实施的资讯收集措施的退出机制 该提案呼吁对已经收集的数据制定清晰的规则 以最大限度的降低资讯泄露和滥用的风险 百度将该提案的一份副本提供给了华尔街日报 李彦宏自己曾在2018年引发了争议 当时他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级别论坛上表示 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 但后来他表示百度只使用用户同意提供的个人资讯 本月早些时候与政府有关联的 北京志员人工智能研究所和中科院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 公众对推广增强人脸识别技术普遍感到担忧 科技公司表示这种技术可以识别戴口罩的人 调查显示90%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有权知道谁在办公室和大楼等私人厂所 收集自己的人脸数据 虽然大多数人支持在疫情期间使用这项技术 但82%的人表示 他们认为疫情结束后 人脸数据应该删除 研究人员说这项调查对来自11个国家的约1100人进行了调查 其中85%是中国人 随着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寻求收集越来越多的数据 中国民众对隐私的担忧一直在加剧 富裕城市的居民尤其如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周一在人大年度会议上发表的报告中称 围绕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制定个人资讯保护法 目前在中国在网络安全消费者保护和其他规定管理下 对个人资讯的保护较为混乱 一系列国家安全法的地位高于这些规定 要求互联网公司有义务允许政府访问大量涉及国家或公共利益的重要数据 官方媒体新华社5月14日报道称 立法者最近完成了个人资讯保护法的新草案 起草保护个人资讯的全面法律的努力已经进行了十多年 南大石小伝福 南大石小伙社 南大女 р years 南大石小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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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